大家好,我們來寫寫藍挺極致的春蓮橫屁的部分 我們現在來寫五幅靈門 我們還是由幼兒座養成習慣的比較傳統的寫法 五字呢,它的斜度我覺得太大了,我把它調整一下 一開始這裡還好 但是呢,這一筆我覺得應該要下來 比較平衡 來,符字 好,位置 這個字是擠的,擠的怪怪的 右邊太硬了,我把它改成比較柔軟一點 左邊呢,是從那個是 看電視的式 好,右邊呢,稍微大一點,柔軟一些 轉折,當然還是可以厚一點 這裡提後一點,不要那麼硬 五幅,臨門 銀字呢,在這邊也是太斜了 我們把它調整一下 我們把它調整一下 好,這裡 勾上去 再過來,這樣變正一點,而且比較大小,比較恰當一些 再來最後這個門字 藍字 好,藍字呢,也是我們做 從 裡面的字出來,藍 藍,藍挺的藍 來 那這種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做法 在學習上 就可以變出很多字出來 來 這即便是現在有幾字 這也都花不少時間的 調起來,注意筆順 還有整體的大小關係 這五個字 來,這樣子 好,謝謝